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得到进一步提升 在对战中 召唤师可以在泉水中将饰品切换至控制守卫 控制守卫拥有三格血量 每位召唤师在同一时间 最多只能在场上放置一个控制守卫 控制守卫的放置冷却时间是100秒 当其被放置后 如果这枚控制守卫不被敌方破坏 且召唤师不放置新的控制守卫 这枚控制守卫将一直存在至游戏结束 控制守卫的视野范围与侦察守卫相同 但在其视野范围内的 所有英雄伪装和陷阱的隐身效果都将失效 控制守卫本身无法隐形 很容易被敌人察觉并破坏 召唤师需要斟酌控制守卫的放置位置 尽量延长其存续时间 将眼位收益最大化 各位召唤师可以尝试在实战中 多多使用控制守卫 打破敌人的窥探 从而距离胜利更进一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折400日 更加热